好,在经过了前两节课的学习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html基本框架的构成 我们就能回答了 那我们来看 html它主要的有这么一个最主要的标签 是我们的html标签 那么所有的针对超文本标记的内容 内容也说我们写的字符都应该包裹在什么 html这个标签里面 然后这个标签里面给我们分成了两个层次 一个是隐藏级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用户能够直接看到的 主体部分以外的东西叫heard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 是我们希望用户直接能够什么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什么body部分 然后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什么 我们html的两个主体 其次我们还学习了关于我们的注释 使用这个符号 然后最后还定义一个文档类型 那么对于文档类型 我们这个部分再要补充一个内容 就是说文档类型的这句话 必须定义在文件的什么 开头而不能放到任意位置上 因为我们的浏览器解析的时候 它是按照什么 从头往后进行逐行解析 那么所以说它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必须要知道后面的内容 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件 然后通过这样的定义 它才能比较好理解 或者好去解析后面定义的一些什么内容 好 那么这是我们html基本框架的一个基本步骤 那么就是说第一行必须什么 然后我们必须包含html标签 以及heard和body标签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之前写的一个文件中 我们在这个文件中再做一点手脚 因为我们说 既然我用的是中文的方法 那我输一个中文 看看我们在网页中会显示成什么样呢 对不对 好 比如现在我就打一个 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放假了 好 就假设说写了这么一段字符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刷新一下我们的网页 看看效果 好 那么大家看到了 这个地方会出现了一堆什么 不能识别的乱码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同学说 我的计算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那没有关系 那么大家可以听完我们这些课过后 然后自行进行修改 那么也会重现我们这个现象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根据这个现象 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在web开发中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中文编码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解决方案其实是比较简单 那么对于这个内容中 我后面所讲的内容 希望大家如果能理解的 就尽量去理解 如果理解不了 当然把我们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 把它记住 那也是能够在工作中 能够进行游刃有余的开发的 好 那下面我们说到中文编码 那么我们首先先提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编码 那么编码这个概念 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计算机 它其实只有高电频和低电频 也说它其实我们用数字来说 就是一个1一个0 高和低这两种状态来描述 整个计算机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符号 比如说我们的图片 我们的文字 我们甚至在键盘上敲的ABCD 这样的字符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认为是什么 是人所更能看得明白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字符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会涉及一个问题 我们的编码 因为只有两种状态 而我们面临的字符 是有多种可能性 所以最开始在我们的外国人 那么在我们外国人 对ABCD这样的一些 包括阿拉伯数字等等 这样的一些符号的认知的情况下 他认为什么呢 我们用什么呢 用多种状态来代表什么 不同的字符来形成一种什么 对应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 我们就称之为一种什么 码表 编码表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 有两个盒子 每个盒子只能存高电频 和存低电频 就1和0 其实我能表示的状态非常简单 就是要不然存00 要不然存01 要不然存10 要不然存11 对吧 所以只能存什么 四种状态 那四种状态自然而然 我是不是就可以表示 比如说我表示00 我代表是加法 然后01我代表是减法 然后10我代表是什么 乘法 然后11我代表除法 所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就可以用两个盒子 表示四种状态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字符的状态 越来越多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扩充 我们的什么 这个盒子的数量 然后是不是所能表示的数据的 这个字符量 是不是就会变多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想一个办法 那么最终呢 我们的计算机发明人 他会采用了一个什么呢 采用了一个八个盒子 然后就用八个这个小盒子 来代表这样一种字符 那么这个八个盒子呢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做八个比特 八个比特 八个比特呢 在我们计算机中呢 有些时候我们说的太大了 我们可能说成什么 一个字节 字节呢 我们用大写的b来表示 小盒子呢 用一个小写的bit来表示 所以说一个字节等于八个比特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我们用八个比特 所能表示多少种字符呢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如果说没有计算机基础呢 那我们把这个 那个规或者这个数字 咱们把它记住就行啊 八个比特的盒子呢 总共能表示的数量的数学 意义上是2的什么 八次方 2的八次方 那么2的八次方是多少呢 是我们的256种状态 然后256种状态 当然呢 我们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键盘啊 其实根本要不了200多个键盘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按键啊 一般要不了那么多个 所以说其实用八个比特 表示呢 其实有点浪费 所以最开始呢 我们定义了 就是计算机发明家 定义了一个码表 叫什么 X2码表 那这个码表呢 只用了什么呢 其实只用了七个比特 七个比特 来代表什么呢 128种状态 然后呢 刚好能把我们计算机中的 这些键盘的符号 包括一些控制类的符号 全部描述出来 所以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X2码表的一个什么 出现 那么我们在计算机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开始 我们写的这一堆什么 英文字符的时候 其实这些所有字符 是不是刚好用我们的标准 X2码表 128个字符就能表示出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旦我们的文件 出现了类似像中文的东西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发现 中国的汉字 是不是它所能表示的汉字的种类 就特别的多 它不仅仅是什么 128种状态能表示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X2码表 实际上是表示不了中文 对吧 表示不了中文 所以这是怎么解决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采用到 如果一旦有中文编码过后 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一种什么 在根据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一个什么规范 那么这个规范呢 比如中国它有个叫什么 GBK的编码 或者是称之为GB2312的编码 那这个编码呢 你可以不用去关心 它距离怎么回事 你可以只要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 每个国家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比如阿拉伯国家 它可能还有一个什么 其他的标准 那这个我们不需要去 特意去追究它 反正说可以认为 每一个国家 专门也是针对什么 这个八个比特的状态 然后进行组合 然后形成什么 一些常用汉字的编码 比如中文的话 它就会用什么 用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代表什么 一个GB2312的一个编码 就两个字节来代表一个数字 但这两个字节呢 又不能跟我们的这个什么 X2码表进行冲突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它用的最好 最简单的方法 是把我们这个7个比特中的 不还有一个比特吗 对不对 把最高那个比特 最高那个比特 把它怎么 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判断位 就是当这个第八个比特 为高电频的时候 那么我们认为 就是非标准的X2码表 如果这个第八个比特 为什么 低电频的时候 就零的时候 我们认为就是标准的什么 X2码表 所以要想描述中文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第八个比特 肯定是什么 非标准X2码 所以说它就会变成1 那变为1过后呢 那这个时候 1的编码呢 就必须要干什么呢 就不能再查这张表了 而必须要查对应的什么 我们后面的一个什么 这个定义的一种码表 那这种码表 当然它就会有 自己的规范了 好 那么这种码表呢 有多少呢 那么如果说大家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们下面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拿我们浏览器来看 浏览器呢 打开我们这个地方 有个更多工具 大家看啊 更多工具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编码 看没有 那么这个编码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 其他语言 比如说日语啊 太语啊 土耳其语啊 等等这些语言 每一个语言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编码 也就是说同样的 只要是非标准 X2码表的东西 我们拿到这张码表上来看 它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 现在我看的是个乱码 对不对 当我把这个更多工具 点编码的时候啊 我点随便点一个啊 比如点成日语 你看啊 好 点啊 好 你会发现 是不是又看成一种形式了 就同样的数据 我用不同的码表 是不是看到的内容是不同的 对不对 所以说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 我们编程的时候啊 涉及到什么 非英文字符的 这些字符呢 要想给用户展现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面临的一种什么 大家的规范不统一 因为你看我们的规范是不是特别多 你看这个编码是不是很多 那我比如说我现在要想编成 韩语啊 那么我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必须要遵循这个 韩语的编码表来进行设计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呢 在很久之前啊 其实一直困扰着大家 就是咱们的互联网上 不可能让全世界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就后来就是你看这两个编码 这是我们的标准编码 然后这个呢 是针对我们中国自己制定的啊 一套中文的啊 一种编码方式 但是呢 这个编码呢 又不能解决什么 日语啊 韩语啊 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国际标准组织呢 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编码 叫什么 unicode编码啊 所以这个编码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是我们现在 世界范围内用的最广的一种什么 码表啊 那这种码表呢 呃 它会基本上涵盖了什么 我们全世界所能表示的所有符号 包括现在大家经常发的那个 emoji的那个表情图啊 其实也是在这个编码表中 去体现出来的 好 当然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不需要研究的特别深啊 所以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明白一点的道理就是 这个unicode编码呢 它在编码的时候 它是把英文和中文啊 还有包括其他语言 全部编成一张码 所以说呢 它的它的数据量是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的一篇文章中啊 大量的出现了英文 但是呢 unicode编码呢 它就是把什么 它用两个字节 或者是四个字节去编 我们整个符号集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一个英文啊 也要当成什么 两个字符 或者是四个字符来表述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会变得 把我们文件啊 变得非常的大 对不对 所以说unicode编码呢 其实它只是个码表 最终实现过程中呢 我们很多科学家呢 经过自己研究过后啊 形成另外一种编码 就是真正的编出来这个码 叫什么 UTF 那么一般我们在实际场合中呢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 UTF-8码 让16码可能用的都不多啊 主要是UTF-8码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下台去研究一下 关于什么这个编码的一个规则啊 当然如果是只是做Web开发的同学呢 其实我建议可以先不着急去关注这个部分 等以后呢 有精力和有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端独去看一看这个编码的问题啊 那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个Google浏览器中啊 其中编码的什么 最上面中 你看实际上就有一个unicode编码中的什么 UTF-8编码 而且它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我们最上面最推荐的编码方式 因为这样的话 是不是全世界的所有语言都可以支持 而这种编码呢 就是相对要少一点 属于是属于是那个小众的 他们要小众范围的啊 然后因为我这Cramedron是中文版 所以说它有把中文的GBK啊 还有一种叫GB818030 这种编码呢 当做什么 当做是我们的属于是第二推荐啊 第二梯度啊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基本知道了 哦 原来因为我们输入了中文 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XR编码 所以浏览器在查看这个字符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需要怎么 知道我们这个字符 究竟用什么样的编码去拿哪张表去查看出来 它才能正确的显示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呢 那我就想问了 那我这个文字 我现在看到的是中文 那这个文字在哪 是用什么东西编程 让我们看得懂的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两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要想解决中文编码 解决中文编码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 有两个部分一定要解决 中文编码的解决呢 我们主要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我们刚刚说了 咱们的浏览器 要用什么 一个编码表 编码表去看你的什么文件 对不对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咱们编的这个东西 第二个 那么完了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 对吧 这个文件 它是用什么编码的呢 它是用什么 它是用什么来编码的 那么这个也是很关键 因为如果说 我这个是用UTF-8编码 你呢 非要用GB2312去看 那是不是这两个 又是不一样的码表 不一样的码表 是不是大家就相当于 一个中国人 跟一个什么火星人在对话 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 还是没有达到一个什么 能够通信的过程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来看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注意 在我们的Subline 这个编译器的时候 当以后 我们还会讲一些 其他ID工具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说 关于我们的编码的 一个选择 就是我其实只要是 用编辑器打开文件 其实编辑器都有个功能 就是默认 我们采用什么编码方式 去编我的什么 这些中文 好 你看 在我们的Subline 这个编辑器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file 大家看 然后它你看 这地方是有一个 set file in code 就是设置我们文件编码方式什么 你看 假设说我现在设成的是我的什么 是我们的中文的 就gbk gbk 当然你也可以称utf-8 假设我先设成utf-8 好吧 你看 我先设成utf-8 好 那么设置完过后 一定要记着保存一下 好 保存了 好 这个时候 你看 我现在文件 我重新刷新 但重新下去 你还是出现乱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编码没有设置准确 好 你看 我重新的把编码设置成什么 因为现在还是日语编码 对不对 我重新改成utf-8 你看 我再看 utf-8 一点 好 你看 今天放假了 是不是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码表又写错了 假设说明明你编的是utf-8 对不对 但是我选的是中文的gbk 你看 是不是一样会出现乱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解决中文编码 一定要保证两个部分必须统一 浏览器用什么来看 我就要用什么来编码 对不对 所以这两者必须统一 好 当然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原则或根源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话 是不是显得我们在工程化就很难 因为我的程序员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我可能用了一种什么标准的 比如utf-8编码 对不对 但是我怎么能保证我的浏览器 也要用utf-8来进行规范 对不对 所以说下面 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种工程中 如何去解决这个 比如我现在utf-8编码 但是我现在选择了什么 不同的编码方式 过后我怎么能让它 像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是不是有个自动检测 对不对 我怎么让它检测出是utf-8 而不是让它随意的通过我们用户来选择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来看 那么具体解决办法 我们先把这个答案先告诉给大家 那么关于这个地方解决办法 还有很多种 但是我们要求大家在html5这种规范中 我们就先把这个方法记住 具体的后面还有一些变种的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在后面再给大家进行介绍 好 那么什么方法呢 大家记住 就是先加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签 叫metal标签 那么metal标签呢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浏览器中已经补齐了一个东西 它叫什么呢 metal后面加caric set 那么字符编码集的意思 然后用个等号 那你看非常像什么 属性 对不对 也就是说metal下面有一个属性叫caric set 然后呢这个属性呢 用了一个什么 叫UTF-8进行编码 那因为现在呢 还是再确认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文件 采用的UTF-8编码 好 把确认一下 然后保存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呢 就是一个UTF-8编码的一个文件了 那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下面 去看到UTF-8的这样一个字号 那如果用其他编辑器的同学呢 一样的也能看到相应的效果 那具体编辑器呢 也可以去查看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资料文档 去查找他们的使用方法 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设置完过后呢 那么大家来看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刷新过后 其实是没有反应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不用担心 这个是因为我们浏览器的一个什么 缓存 缓存 那么我们重新的呢 对这个浏览器进行一个什么 就把更多工具这个地方 你重新点一下自动检测 然后再点一下 因为你就让它重新的复位一下 就让它自动检测这个文件 好 自动检测 好 你看 它是不是就会把这个今天放假了 进行重新的渲染 对不对 因为这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 相当于它的一个配置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我把自动检测打开过后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就会把UTF-8这个地方 自动的去识别到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我现在呢 我换一个 咱们再把这个实验再换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啊 这个文件 我不用UTF-8进行编码 对不对 我把file选择这个GBK编码 就是我们中国的GBK编码 GBK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字符集选成什么 GBK编码就可以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点这个什么 刷新就行了 因为刚刚呢 我们是重新的 对设置了我们的浏览器 可以进行什么自动检测 然后你看再刷新 好 大家看啊 没发生反应 对不对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时候 你看点更多工具的时候 我们的编码 它是不是自动的探测到了什么GBK 那么最开始我们自动刷新 它为什么没有显示成功呢 其实这个勾 相当于没有勾上 因为我当时是已经通过鼠标 去选了什么其他语言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勾就已经被浏览器认为是放弃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勾选它 好 那么所以下来呢 希望大家做一个实验 就是你加上我们的这个字符集 然后呢 去把我们的中文的编码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看我们不同的编码和浏览器 进行解析的一个过程 好 好